嗨,哈囉,大家好,我是利 現在是2021年12月1號的上午9點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早上股市的一個現況 那我先帶大家看一下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的話是已經是上漲蠻久的 你看它的趨勢目前還是向上的 用軸線來看的話,這裡都還是紅色往上 我把這個圖畫一下,等一下 這裡,你看一下 所以美元現在其實手勢其實是蠻強的 好,那我帶大家看一下台幣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1美元兌換台幣 目前都在27.7這附近,跳動蠻久的 所以其實大約是在27.5到28之間 這裡已經來到大概半年的 已經盤成半年的 OK,那我們再看下面 再看了下面 那下面的話,我帶大家看一下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昨天的話 其實這個是現貨盤 這個是現貨盤 那現貨盤的話,昨天其實是跌的 那目前它的趨勢當然還是沒有改變 短線上的趨勢是往下 是來往下 但是長線的趨勢的話其實是往上 所以現在來到一個關鍵的半年線的一個位置 那到底會不會指點,就再看一下 我個人研盤是會 接下來的話可能就是會有 怎麼講,每股市務日的結算 它會把它給拉高 但是目前來講的話,我們是還沒有看到一個明顯的紅可以往上拉 所以目前來講 盤是還算弱的 那 在下面這個是小到窮12月份的期貨指數 那你看一下它也是一樣 它也是 十字線跟五字線都是往下再走 往下再走 來,我等一下我再把它把這個 這個線畫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是往下再走 往下再走 這個地方 那我再帶大家看下面一個地方是 SMP 小SMP 的這個期貨指數也是一樣 昨天也 也跌了一根 跌了一根 然後這個是SPY就是 ETF SMP500的ETF 昨天收盤就 收比較低 往下 目前趨勢是往下 但是長線的這個半年線 這條線它還是往上 半年線這條線 它還是往上 OK 那下面的話是 NASDA NASDA 算是跌幅比較小一點 後來尾盤 尾盤有拉上去 尾盤在這個地方 尾盤這裡後來有拉上去 所以後來看一下台股就跌的比較少 也是這個原因 然後 這是QQ 就是 小NASDAQ的ETF 這一個 OK 那在這個是 TSM 這個是 台積電在美國掛牌的 在美國掛牌的 的股票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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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那個 台積電在美國掛牌 其實這個算是一個領先指標 一個領先指標 那再看下面 這是昨天 你可以看到昨天的 台灣家庭股價指數的 夜盤的走勢 夜盤走勢就是 一開始是 往下跌 然後拉上去 又跌又上去 那現在開盤是 漲上 就是現在開盤還在跳動 漲上去 目前來講的話 它還是 算是震盪的一個格局 那你如果用 日K線來看的話 目前就是 是這個地方上去 這樣子 所以就在觀察 我覺得是有可能來到這個 半年線這個位置 不好意思 這個圖蠻多的 這個半年線這個位置 這裡 這是一個支撐點 然後再往上 上去 到12月份 可能是 偏向多頭 偏向多頭 那我就分享 新鮮最新的股票局勢 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